大家好 我是醉 今天打了一集拳红十五的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是来自平台栏位顶级告诉乌乌和八版的比赛 今天一批选用拉蒙对面特瑞 特瑞开场一发冲拳怼了过去 其实双方都属于近身角色了 特别是拉蒙 拉蒙他是一名摔跤选手 所以说不近身的话打不出什么伤害来 特瑞又是一脚对空破招 压住起身 中拳出击 冲拳过去下半攻击起手 拉蒙呢 拉蒙又是空中一脚塞地特瑞继续近身 第一身角压住起身 来了 一把破碎打击 嘴到角落中拳 现在继续给一个压制 雷蒙的EX招呼啊 这就凹过来了 好像看到13的影子了 其实拳晃15就是拳晃13和拳晃14的一个合体版本 如果你玩拳晃14玩的比较流 那么拳晃15是非常好上手的 很多招式都差不多 拳晃14 只是多了一个EX招 下面来看下一局 AB的切加射出场了 切加射的加入使得拳晃15这个版本所以更加亮眼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之前版本的一次一个高能角色 高人气角色 对粉丝不少啊 这个切加射啊 切加射和我炮拳 好像接这一个接不上的 但是特瑞也没有防 巧了 特瑞也蒙了 现在来看下一局吧 下一局 2P在下一个角色 其实2P啊 可见这个实力啊 也不输1P 误开的样子 现在来看他的克拉克 克拉克先做防守一下 克拉克在这里 应远拥有非常强劲的头技 踢一脚向前冲 压一下起身下半掏一脚 后面切加射还是用下轻手攻击打过来了 一脚踢飞狠 反明克拉克使用了一个ES招啊 给他一个便利打滚 踢一脚 这个克拉克好灵活呀 现在又一发ES招 压过来反摇 对EX招是可以接普通招的 这个和全晃14一样 只是在这里啊 不用暴气你就可以出EX招 全晃14都不一样啊 全晃14你需要暴一下气才可以出 现在来看下一局 AP的K K首先和克拉克相杀 踢上一脚 踢火球 再踢火球 反面打压制 连续火球 哎 反面再次压住啊 哦 中了克拉克一脚呢 克拉克总想掏的下半啊 可见双方基本功都比较扎实 现在K的下半两点踢上去了 升一下 8板血量不多 但是克拉克 哇 克拉克使用了一个招式把他拿住了 还骗出了生龙 那么接个ES招有三颗气在身 哦 呜呜危险了 看来真的要呜呜了 还是克拉克的隐藏绝技 夹住对手 哇 直接怼在了地上啊 看着都疼这一招 那么8板凭借克拉克拿到了一分 我们进行到下一局 下一局看乌乌啊 他的 拉蒙 拉蒙逆下窝顶 哎 这个拉蒙还是一个贴身打法 这局明显截斗又比上一场要快的啊 对啊 不管特瑞怎么出招 拉蒙都不慌 一直就是贴身骚扰式 踢一脚 快速又跟上去了 你看特瑞看到这样子的玩法就会很慌 他就慌了 这个大管呢绝对是慌了 凹出来的 你看又被拉蒙给搞到了呀 开始玩心态了 哇 用大招柔道术 这个怎么和上一场打法差这么多呢 上一场克拉克那么的稳 克尔瑞丽斯也那么的稳 这局就特别的收散 那么那么稳呢 希望他能稳住 好 一发抽拳 压局13 这两点碎尸体 还是被拉蒙掏了一拳了 主要是这局啊 败招太多 你们看RB下一个角色 上一场克拉克是很惊艳 隐藏大招都出来了 看这一局啊 怎么样 这局克拉克 先提一下 雷蒙大蒙来一波 跳 克拉克再搞一拳 雷蒙又一拳过去了 板边大破展示 其实现在克拉克不妨转换一下玩法啊 因为在角落被压住以后 他就显得有点慌 然后雷蒙还实施连续压制法 让克拉克冲杀不出来 现在克拉克还真上道了 哇 最后一点血肯定必杀干掉 被折磨的老惨啊 但是上一局克拉克爽到了啊 隐藏大招绝对爽到了 这一局可能就没那么爽了 下面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来看RP在最后一个角色了 最后一个草地精了 草地精够不够经验呢 现在草地精四颗气再生 能使用一发BC连 五颗气了 五颗气极限槽模式还满了 极限模式 希望草地能抓住一个机会 给他一波狠的 毕竟有五颗气啊 如果连不上的话 真的浪费 哎 哎呦 这个雷蒙 这个雷蒙有点东西 用EXC冲杀 下盘套一下 套下盘 草地就慌了 圣龙都熬出来了 怎么能乱熬大圣龙呢 血量就一点点压下去了呀 哇 拉蒙又抓到一个EX招 那这下真的跑不掉了 还被穿丧了呀 马上进入到第三场 第三场 八板还是使用他的 特瑞作为首发 看一批的呜呜 他这个拉蒙还那么猛吗 上一局也是觉得惊艳到了 哎呦 压起身 论这个拳脚压起身 一批总是拿你那么那么准 总能破对手的招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随时梯 搞到下盘攻击新手 随时梯可以 大灌篮空了 拉蒙抓到一个机会 也是猛中吧 拉过来 上必杀 后面八板残血 能量喷泉 大普人逆向 一脚塞地 压住身 下半戟一靠去 刚塞地都刚过来了呀 哎呀 这局有点乱套啊 特别 怎么都觉得和第一局啊 打法不太一样了嘛 有点乱了 截斗乱了 需要找一找截斗 先来看二批的克拉克 这个克拉克也是比较期待了 现在克拉克跳起来 雷蒙大破展示打了一项 哎 克拉克轻攻击 稳住 踢一脚 跳塞地 反面再跳塞地 哇 克拉克这局也是 把杰德又找回来了 可见 克拉克爱好者 现在克拉克又给他一脚 好 一个爆甩 必杀 收掉了 不能给你流一点血 啊 抛塞的效果比更棒了呢 下面来看 一批下一个人 一批他等下一个角色 气甲胜 现在两个气 还有极限模式 所以说 抓到还是够疼的 打到对手 下亲手可以起手招式 哎 克拉克一直向前蹭 因为他有投机 他不怕气甲射 论投机的话 气甲射还是连住 三克气在身 不要慌 先套两招 哎呀 对空接了个ES 遍地打鬼 起身以后 轻攻击 压制起身 看你气甲射 气甲射要是一脚CD 反手 其实啊 你打惯了这个98C啊 再打全黄15 你就会觉得 没有那么爽啊 你在为什么吗 因为全黄98C 基本上就是 全场高能 他那个气急的比较快 一直放大招 很爽 然后全黄15呢 可能一击之中 就放不了几个大招 毕竟能量没那么快啊 急的 这气甲射下先手走 好 怼一拳 哎呀 卡拉克貌似要不行了 气甲射 哎呀 来上一脚 那么RP还剩下一个人了 草蹄精 上一局草蹄精 对感觉 不是那么的稳 这一局看稳不稳 来看草蹄精 草蹄精 先接一个荒咬啊 哎 被气甲射来一脚塞地 草蹄精就连续后撤 到生龙读了图 气甲射来 哎 一上一脚 再踢 跟上去了 草蹄精后面 需要再稳一点吧 中断 光咬 气甲射下盘两点 接一个S 乱队 再接 双EX 普通招音 哎 又是生龙 怎么回事草蹄精 好像RP不太会用草蹄精啊 总是有能量使用不出来 现在就浪费了很多能量呀 那么比分定格在2比1了 打包裹住 相抵合 又没用啊 了